我們繼續看類似的問題 變成同質量的鐵塊還有鋁塊 然後把它丟到水裡面 請問誰受的福利比較大 這一題會需要用到密度 這一題會需要用到密度 老師說第一個會判斷乘貨服 第二個帶進公式BVD來判斷 如果這個公式沒有辦法幫我判斷 浮起來的福利等於物重 沉下去的福利小於物重 所以這個鐵塊跟鋁塊同質量 一起丟到水裡面 請車站接問誰的福利比較大 OK 我們找人來問 這個是男生 262626 肚子26 答案 鐵大鋁大一樣大不知道 B2 你選2B嗎 你選B嗎 C C B 你連這個都要 好 就是說第一個要看陳慧福 他兩個都比密度都比水大都會沉 代公式叫做BVD 我們都是水 所以我就密度液體密度都一樣 我只要看誰的體積大就好了 排開體積多的 就表示福利比較大 這個排開的體積 因為是沉下去 所以就是物體的體積 那現在有密度告訴我質量相同誰的體積大 根據那個D等於V分之刃 密度比較小的同樣質量體積會比較大 同樣的質量密度比較大的體積會比較小 所以密度小的體積會大 那麼排開的液體就會多 所受的福利就會大 所以我們答案是鋁塊福利大 答案選B OK嗎 OK 換一個考法 現在呢就是把體積跟質量告訴你 然後再來問你誰的福利最小 其實跟剛才的想法是一樣的 那想法是一樣的 請問你誰的福利最小 停車戰界問 誰的福利最小 可愛大美女 現在要找大美女 大美女叫做7號 7號是誰 喬了嗎 C 3 C 老師說要看乘或福 密度比1大的會乘 密度比1小的會福 然後呢 質量除體積就叫做密度 所以呢 假的密度呢 0.5會福 你的密度呢 是一剛好就卡在水當中 到處都可以去 到處都可以去 然後呢 丙大於1會乘 這種剛好卡在水當中的 你要當它乘還福都可以 我通常是把它當作福 因為它的福利會等於物重 會等於物重 OK 好 然後呢 知道以後 找BVD嘛 找BVD 那也可以用浮體公式 浮體的浮力會 那個 等於 浮體的浮力會等於物重 層體的浮力會等於物重 因為這裡質量都一樣嘛 狀量都一樣 所以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判斷 然後我們用浮體原理判斷 所以呢 假會浮 浮力等於物重 乙就當它浮體也等於物重 然後呢 丙會成 所以小於物重 所以誰的浮力最小 就小於物重的最小 所以答案丙最小 答案就選C OK 最後 跟剛才差不多 但是改成 問浮力誰最大 而且這題三個質量不一樣 三個體積也不一樣 質量也不一樣 好 當然是質量都一樣 所以浮物體原理就可以解決了 浮物體的浮力等於物重 乘體的浮力等於物重 乘體的浮力小於物重 這題三個質量不一樣 那要怎麼辦 誰最大 白 白大帥哥 帥哥哪人叫做 你們班應該沒有三五對不對 你們班沒有三十五號 二五 二十五 丙最大 你們坐下 你答案選的叫丙最大 來 第一個要先看 然後 乘會浮 幅度小於一一會浮 密度大一一會乘 然後 甲的密度1.5大一一會乘 你的密度0.8小一一會浮 你的密度0.75小一還是會浮 OK 再來 然後呢 就帶BVD 帶VVD 要排開一體的體積乘一的密度 這個對甲可以用 因為甲乘下去 全部排開 所以體積二十 排開就二十 然後乘一就二十 可是對乙丙不能用 為什麼乙丙不能用 它伏著 它的體積不是排開一體的體積 它全部的體積不是排開一體的體積 所以你不可以拿五十跟八十做 你不可以拿五十跟八十做 那怎麼辦 老實說 如果不能怎麼知道 找誰啊 找浮體原理嘛 浮體的浮力等於物重 乘體的浮力小於物重 那乙會浮 丙會浮 所以浮力都等於物重 所以乙的浮力就四十 乙的浮力就六十 就知道了 那你就知道誰最大 丙最大 六十最大 所以答案就是丙最大 這就是一些考試的問問題 給一些狀況 問你誰的浮力比較大 誰的浮力比較小 請你排浮力的次序 我說第一步 先判斷它會成會浮 第二步拿公式BVD出來判斷 排開一體體積成一體密度 看誰一樣 然後比誰大小 能知道的 萬一這個公式不能用 就找浮體原理 浮體的浮力會等於物重 乘體的浮力會小於物重 這樣就會幫我們 把它的結果判斷出來了 可以嗎 可以